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龍 今天是10月12號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湯內迪戈州的一個陪審團 週三裁定 陰謀論者主持人瓊斯 應向那些因謊稱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 是一場騙局而遭受損失的人支付9.65億美元賠償金 據報導 該判決是對瓊斯的第二次重大判決 因為他此前宣揚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的大屠殺從未發生過的陰謀論 並稱新聞報導中看到的悲痛家庭是被僱用的演員 以奪走美國人擁槍權力 該起訴是由在大規模槍擊事件中喪生的5名兒童和3名教育工作者的親屬 以及一名聯邦調查局特工提起的 德克薩斯州的一個陪審團於8月向另一名遇害兒童的父母判給了近5000萬美元 2012年12月14日 美國康內迪格州紐頓鎮桑迪胡克小學發生校園槍擊案 20名兒童和6名成年人在槍擊事件中喪生 瓊斯聲稱該起槍擊事件是一場騙局 以建立對槍支管制的支持 該案原告受害者親屬和一名對現場作出反應的聯邦調查局特工說 他們受到瓊斯追隨者的折磨 他們相信瓊斯關於大屠殺的謊言 這些家庭表示 在槍擊事件發生後的10年裡 他們受到了騷擾和威脅 目前尚不清楚 瓊斯有能力支付多少賠償 在德克薩斯州的審判期間 他作證說他無法承擔超過200萬美元的任何判決 一位經濟學家在訴訟中作證說 瓊斯和他的公司價值高達2.7億美元 瓊斯的辯護律師帕蒂斯表示 他打算就康內迪格州陪審團裁定 向桑迪胡克槍擊案受害者家屬賠償超過9億美元的決定提出上訴 週三 洛杉磯市議會因前主席馬丁內斯的種族歧視言論風波被迫休會 據報導 日前在一段涉及種族主義言論的錄音被曝光後 加州洛杉磯市議會主席馬丁內斯當地時間10日宣布辭去該職務 在錄音中 馬丁內斯將白人議會成員麥克伯寧的兒子稱為猴子 馬丁內斯在辭職之前發表聲明稱 我為我所說的話負責 對這些言論沒有任何藉口 我非常抱歉 週三 抗議者在洛杉磯市議會會聽 高呼口號導致會議一再推遲 根據代理主席奧法雷爾的說法 錄音中的三名理事會成員週三不在會議廳 奧法雷爾當天數次嘗試讓抗議者安靜下來 甚至表示 市議會將開放 供公眾評論 但抗議活動沒有停止 奧法雷爾在會議開始時 照兩次休會 已平息抗議者但均未成功 會議原定於上午10點開始 一個多小時後 因理事會無法開展任何業務而休會 加州司法部週三宣布 將對洛杉磯市議會的重新選舉程序展開調查 加州司法部長邦塔在一份聲明中說 洩漏的音頻讓我們對洛杉磯政治進程的基石產生了懷疑 限於這些獨特的情況 我的辦公室將調查 以收集事實 努力確定真相 並在必要時採取行動 以確保我們的法律得到公平適用 我們將努力揭露真相 以恢復我們州人民對重新選舉過程的信心 據美國廣播公司週三證實 美國財政部將調查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州長德桑蒂斯 是否不當使用新冠救濟金 以支付移民航班費用 財政部監察長辦公室表示 根據德桑蒂斯最近將無證移民 運送到馬薩諸塞州 馬沙葡萄園島等地的情況 他們已經計劃開展審計工作 佛羅里達州立法者今年早些時候 在州預算中規定 從新冠援助中獲得的1200萬美元利息 用於支付來自該州的未經授權的外國人的運輸費用 而不是直接使用聯邦新冠救濟機 德桑蒂斯政府堅稱 為移民運輸花費的1200萬美元 以用於6月通過 作為該州預算的一部分 該地為馬薩諸塞州海岸附近的一個島嶼 以民流證要明星聚居而聞名 佛羅里達州交通部早前公布的公共記錄中披露 包機航空公司是佛羅里達州聘請運送移民的供應商 記錄顯示 該州於9月8日向該公司支付了61萬5000美元 並在9月19日又支付了95萬美元 民主黨人將共和黨州長德桑蒂斯的移民運輸 新衛視為不人道的政治噱頭 代表一些移民的律師於9月下旬提起集體訴訟 稱德桑蒂斯為了促進非法計畫而做出了重大施實陳述 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的治安官也對此事展開了調查 拜登總統週三前往科羅拉多州將一個二戰時期的軍事遺址 指定為國家紀念碑 此舉是利用總統的行政權力保護歷史景觀 據瞭解 儘管拜登擴大了前總統特朗普削減的現有國家紀念碑規模 但他就任總統以來尚未創建一個新的國家紀念碑 本次指定的名稱適用於黑爾營 它在1940年代曾是陸軍的冬季訓練場 現在為包括麋鹿和千禧名獸在內的野生動物提供重要棲息地 根據白宮的一份情況說明書 黑爾營大陸分水嶺國家紀念碑 佔地超過53800英亩 是一座享有壯麗景色的山脈 深受徒步旅行者和攀岩者的喜愛 拜登在簽署建立國家紀念碑的公告之前說 國家公園和其他公共土地是定義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身份的寶藏和器官 它們是我們代代相傳 並與生俱來的權利 將美國人民團結在一起 除了創建新的國家紀念碑外 拜登週三還提議 將附近湯普森分水嶺的22500英亩土地從潛在的礦源或鑽探對象中取消 內政部和林務局將徵求公眾意見 並進行環境分析 以禁止在那裡進行20年的能源開發 拜登週三發誓 儘管特朗普採取了撤銷奧巴馬總統實施的保護措施 但黑爾營大陸分水嶺國家紀念碑將永久存在 民主黨人 環保主義者和原住民領袖敦促拜登利用他的權利 來保護全國各地的其他各種景觀 據警方稱 週三早上 費城警隊的3名警員在執行逮捕令時遭到嫌疑人槍擊 警方再次懇求結束該事的槍支暴力 費城市長肯尼表示 所有受傷的警官都沒有生命威脅 費城警察局第一副局長斯坦福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這起槍擊事件發生在當天早上6點左右 當時 警察試圖對一名英雄殺案而被通緝 並涉嫌參與多起武裝搶劫的人執行逮捕令 警方表示 當警察來到嫌疑人住所時 該名19歲的嫌疑人從門窗向他們開槍 嫌疑人試圖逃跑 當特警人員尾隨時 嫌疑人向他們開槍 特警人員開槍還擊 嫌疑人中槍後 於早上7點32分被宣布死亡 兩名受傷的警官預計將於週三晚些時候出院 一名警官的腿部被擊中 一名在臀部 第三名被擊中在胸部 斯坦福稱費城的槍支暴力程序荒謬 並補充說已經受夠了槍支暴力 費城警察局長奧特洛在一份聲明中補充說 我們已經厭倦了 不得不讓我們的警察以危險的方式 為那些嫌疑人提供搜查令的狀態 當我們一再看到那些因暴力犯罪而被捕的人反覆犯罪時 需要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們又一次回到街上 奧特洛補充說 我對這種暴力行為感到非常厭惡 我們整個部門都對生活 工作和訪問我們城市的人 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噁心 我們將繼續竭盡所能 讓費城成為一個更安全的居住地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週三將新的新冠加強針 注射的資格擴大到年僅5歲的兒童 擴大了幫助加強對奧米克隆新冠病毒的保護 據報導 FDA授權輝瑞公司及合作夥伴為5至11歲兒童提供新的加強針 以及莫德納公司為6至17歲兒童提供的更新加強針 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主任瓦倫斯基隨後建議在5歲及以下年齡組中使用更新的加強針 未來幾天 5至11歲的兒童將會開始獲得更新的加強針 根據FDA的決定 兒童在完成主要疫苗 包括相隔數週的兩劑或先前的加強針後 兩個月有資格獲得加強注射 輝瑞為5至11歲兒童更新的加強劑的劑量是成人劑量的三分之一 FDA的決定擴大了美國衛生官員的一項運動 即試圖在秋季和冬季的新冠病例可能激增之前加強對變種病毒的保護 因為冬季來臨 人們將在室內度過大部分時間 莫德納首席執行官斯蒂芬尼表示 大多數年齡組都可以使用二架加強針 家庭在進入冬季和假日聚會時可以使用更新的疫苗 據瞭解 聯邦政府已經購買了數千萬劑更新後的加強針 並通過藥房和其他疫苗站點免費向民眾提供 凱撒家庭基金會最近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 許多成年人很少或根本沒有聽說過新的加強針 並且不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 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1,150萬美國人接受了更新的加強針注射 佔12歲及以上合格的人口的4.5% 皮尤研究中心的另一項民意調查發現 大約44%的成年人表示他們可能會接種更新的疫苗 而大約4%的人表示他們已經接種 據知情人士透露 抖音的母公司 字節跳動有限公司 已經開始與音樂唱片公司就全球範圍內 擴展其音樂流媒體服務進行談判 以與行業領導者競爭 知情人士說 談判中仍然存在重大障礙 但字節跳動希望這項服務最終能整合到抖音軟件中 並成為在全球分發音樂的主要平台 一些知情人士稱 字節跳動最近幾個月討論了 推出其音樂流行媒體服務 該服務目前僅在印度 印度尼西亞和巴西等十幾個市場推出 字節跳動表示 美國不會參與下一個階段的擴張 但字節跳動稱 希望這項服務能夠在全球範圍內使用 以便用戶可以在短視頻應用程序上發現歌曲 然後輕鬆訂閱音樂 由於流媒體業務的增長 以及音樂許可標準費率的確立 字節跳動正在於幾十年來 一直處於快速上升的音樂業務進行談判 知情人士說 談判有時會因為在如何評估抖音 對標籤的促銷利益方面存在分歧而變得緊張 據報導 隨著抖音的受歡迎程度爆炸式增長 抖音幫助許多歌曲通過病毒傳播而成為熱門歌曲 在新冠疫情封鎖期間 抖音的受歡迎程度呈爆炸式增長 許多熱門歌曲都是從該服務的趨勢中開始或受到推動的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頻道 獲得更多精彩內容 緊張拱音 受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